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个session 主机是比较偏环境生态方面的 正好刚刚我们前面的那个session的讨论 已经提到了生态旅游 这是我们今天两位预谈人 他们的专长正好跟这方面相关的 第一位是我介绍静怡大学 通事教育中心的杨胜清 这上面照这边上面所记录的 杨老师在培养有趣发展的观察与回忆 能力策进计划学 他是主持的 他是理念之心的教授 那另外是东华的弟子 是宋敏明教授 宋敏明教授 他事实上是自然资源与环境学习的老师 可是我那天到外面的一个厨房去 他说常来的就是宋老师 我心里想难怪你们昨天还是前天 中午去吃了绿色厨房 这个东华这边绿色厨房是我们的正副和吴校长 非常得意的一个创举 因为基本上是在同学的手上 把他想办法也没有做出来 可是后面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宋教授 那这两位一起来谈关于生态理由 生态也好或者是我其实不是确定 两位等一下重点要放在生态 还是环境还是理由 不过生态和环境基本上跟 我们去年的一个主题就是永续 当然息息相关 永续是标准的 我们所谓Glucalization的一个议题 因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 70亿人如果不永续的话 基本上大概是人类自己没办法永续 因为地球上有生命 已经有了三十多亿年了 我们可以说地球上的生命 根本是永续的 大致可以这样讲 所以要不永续的话 大概是说我们人类自己没办法永续 不过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不是这样子的观点 我刚刚在外面讲了一句话 针对第一个session的时候 有同学在问说 有一些有知识傲慢的人 常常是让学生觉得无感 我在底下就对号入座说 说不定我就是这样的人也不一定 因为这面科学家不太多 所以通常我们讲到知识傲慢的时候 会认为大概理想是科学家是不止的 可是我的确要针对这一点 正好在外面刚刚有跟蒋教授谈到 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很多有感的事情 其实是无知的吗 台湾其实完全不缺有感 而无知的事情 那么多人喜欢买胖大人的面包 就是一点新的例子嘛 你喜欢吃嘛对不对 你很有感嘛 可是其实你可能是无知的 不过当然现在新闻一绕出来了以后 难道就表示大家都有知吗 那你有感了以后一定就有知吗 这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有感和无感是一个社会上最知觉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要谈生态 很多人其实也无感 然后谈旅游的话很多人有感 可是我眼睛说可能今天是杨教授提的 我相信宋老师说明也会给他回谈这件事情 台湾人的很多旅游 常常就是从一个地方转向另一个地方吃吃碎碎 然后转一圈再回来 就是说深度的旅游怎么样算一个深度的旅游 现在当面也出来叫做生态旅游 所谓生态旅游的话也就是到一些 最好是平常不能去的地方 然后进去看一看 还是吃吃碎碎再回来 以我在日本观察一下 他们的国民旅游 整个的旅游的深度和爱好度 有很多地方也许也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我让两位的发言人来谈 我相信杨教授会先从 直接从生态旅游这个题目先开始是吗 你好像也有一些投影片 对 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宋老师非常各位先进 跟各位同学 我通常一碰到这种场合我都会讲说 虽然今天比较严重 但是我通常都会说 昨天有人跟我说那你要干嘛 我说我上台来做有系统的不错八道 对啊 因为主办单位给了一个主题 就是说 OK 一个生态社区旅游 那么其实过去一年我在执行 既然在执行快快系计划的时候 其实它到末期的时候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点想推台中市大渡山的自然公园 那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大渡山在台中县市还没合并之前 它其实就是两边的市郊 那所以你问台中市这块要干嘛 就放点工业区 那么你问台中县这边要干嘛 可能放点坟场之类的 那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很不幸的台中市县市合并之后 它就变成旧大渡地区这一块盆地的 有点像是中心点 所以我们把它美化 就说它有点像是台中市的中央公园 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它都不太像中央公园 其实像最近各位都可以看到台风一过后之后 美其民的台湾大道就会变成是一个中港河或者是中西河 去年说它台风过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看到冰箱在中港路上游泳这样 那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到目前为止 就是大概想一下说 那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点在地化的旅游 透过在地化的社区型的生态旅游 当然它也许不太像是生态旅游 但是透过这一个方式慢慢的让社区 大渡山周围的各个社区 它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形成之后 我们来推一下大渡山自然公园 当然这个在台中市的都发局 我们也在讨论之下 他们也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过去的一年台中市都发局 它也大致上也在推这个 那么所以我就用玩在地这个概念 来谈一下说所谓的生态旅游 我们可能有点观念 不能免除的就是给大家一点重点提示 那么1993年的时候生态旅游 他们给的定义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负责任的 第二个它顾及环境保育 第三个是维护地方住民的旋律 你看1993年的时候人家的定义这么简单 对 到了我们的白皮书呢 它稍微扩大一点 它一定说它要在自然地区 那么强调生态保育 那以永续发展为最终目标 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单位 为什么老是喜欢打一个很大的高空 因为每次要谈永续发展 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大家大概只会谈像刚刚林老师说的 环境社会跟经济三个大家要共赢 但怎么是共赢吧没有人知道 回到我们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大致上做了这样一个简单单的整理 就是说所谓的为什么需要生态旅游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次世界问题 那我们好像需要一点环境永续 那么如果碰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维护的是一个在地的生态 那么在地的文化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地的福利 但是很大一部分 我们在谈一个生态旅游的时候 都会忽略了一点 2020年世界旅游高峰会的 生态旅游高峰会开完之后 他们做了一点点的结论 就是说OK好 我们要投入自然与文化遗产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的台湾的大部分 大概只有自然 那么要纳入当地居民和原住民部落 很大一部分在台湾原住民部落 现在有比较好一点 不然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的一个旅游地 其实大部分经营的不是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原住民部落 那么解说生态旅游自然文化遗产 目前看得到的解说员它是在两派的 比如说你到一个旅游地的时候 走文化解说的是文化解说 走自然解说是自然解说 那么你也很少看到一个行程 它可以两个部分通通都解说文化 因为可能大家都不耐烦 因为有时候真的解说要干嘛 说穿的就是如果我们需要一点生态知识 那么各位去的时候应该要先了解一下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 那么其实生态旅游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要在这里 它的定位是一种自助旅行者或者是小组织的小旅行团 刚刚李老师也换过这八条大 民族发展委员会的一个生态旅游版级书的 那么我大致上只有会觉得说 我们必须要去看待一件事情就是最下面的这两个 所有的旅游的目的它应该是 生态旅游的目的应该是要这两个 但是很大一部分我们都只会看到前半截 甚至说是当地居民的服务与载居这件事情 常常是被忽略的 我重新的对生态旅游再提供一个概念 这个是我自己的专业因为我做环境伦理的 那么在生态学它原本有一个名词翻过来 它是Oikos就是家的概念 就是说有关家的学问 那么我会这样子去思考 就是说当我们去一个旅游地要做生态旅游这件事情 各位要觉得像是回家 那么为什么叫做回家 因为我们是自然远离的太远 所以你就像出外的游子很怕回家 各位如果来到东华念书的同学害不害怕回家 应该不会吧 但是如果你是出外工作很久没有什么成就生活很困顿的 你会不会害怕回家 会 因为回去大家会对你很关心 可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 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回不来了 那么家是这样一个概念是有一个归族馆有一个温暖的地方 所以回家是寻求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你回家会干嘛 家人会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你又问家里过得怎么样 我们其实在做一个旅游的过程的时候 很常忽略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是去旅游 但是生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必须要跟在地的居民 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能够支持在地的居民 在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在大一部分 我去到那边拍拍屁股就走了 所以像刚刚竹林老师说的 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吃吃喝喝 其实有时候吃喝是一个旅游好的开始 但是吃喝不是一个旅游好的结果 所以待会也许宋老师会告诉我们说 吃吃喝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回家去 这一点我大致上跟各位分享一下 过去我们在整个大富山地区的时候 我们有做了几个大富山小旅行 那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也把目前在跟荒野保护协会 共同执行的一个高维师地移除护花米草的活动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假期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 我们会做这样一件事情 那现在各位看到的 这个其实是过去的 那么我们回家的时候要知道 家里面有什么东西 在场回家找不到锅碗条肯的 有没有 通常会有啦 常用的那个知道 可是如果不常用你回家 妈妈叫你要拿一个锅子 或拿一个那个盘子 你可能想说在哪里 太多没有回家就搞不清楚在哪里 所以回家需要有家的知识 就像各位看到的护花米草 它有不同的知识 那么很简单的一面 为什么要除护花米草 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外来种 那为什么外来种是严重的 因为有一个原生种 会被它抢走了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如果你只是认为 这样一个生态意义的时候 你其实大概不会有很大的 生态理由它必须要让你透过这样的知识 去形成你对这个区域的生态知识 那么美感的这是高美斯帝最有名的余林莞草 那么这是草长的时候 叫做草浪 但是拍起来很好看 那这个地方你看得到的 目前是不能下去的 要下去必须有学术活动的目的 所以你大概只能在旁边看 那下去的应该是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就要下去 那这个是路斯跟 埃及圣堂或埃及圣圈的那个字 我不太会发言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河冠水基的看 但是说你如果下去可以看到这些 也许是一种喜悦 那通常来讲 你从这个观赏里面会有个美感 那么人文则是我们后来 后来大陆山小旅行开始 在这样子思考的时候 从美军当时越战的时候 它要运输有的带油库的整个运输过程 这一条是油管路 下面是油管 上面是全部都是栗子层 这个油管到了山上 还在庙旁边出现 所以庙前面是一个大油管 这是我们跟清水当地的解说员 在讨论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是大油库的内部 目前这一块已经拆起来了 它正在做忍修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说 它有一点点原文的趣味 那西洞医体验的就是 我刚刚说的工作假期就是 有时候你会觉得跑去保护区收草干嘛 但是你没有去过那种摊地的时候 你不晓得为什么臭臭的 为什么软软的 那么一群人在这边割草的时候 它的生态意义在哪里 它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当然下去通常都是因为割草有趣 下去通常都是因为看到一大堆螃蟹有趣 当然还有谭土雨这样 每次秋天割草之后 那个最外圈的那边割进去 就会发现最少会有三支到四支的风雪 在地人都会笑我们说 他这个就带走就好了 我们想想 我们不是在做生态活动的生态旅游的 那么生态旅游我们通常会一些些误解 觉得生态旅游它可以有很高尚的目的 要保育之类的 当然那是目的 可是各位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生态旅游是一种商业活动 所以你必须要让它有利润才能做得起 那么生态旅游要让生态旅游去 让在地的生态可以保育起来 这件事情是想太多 我们只能从旁协助 它只是一个推动方式之一 那么生态旅游刚刚看到的必须要小众的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我们如果这个区域可以做生态旅游是可以 来客越来越多或越做越大 抱歉 那个是大宋旅游的 或者一般的自然旅游 那么生态旅游 我们刚刚这个主题说生态社区旅游 生态社区旅游 就目前严格的生态旅游来看 它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态旅游去做协助社区发展 第二个我们会看到说生态旅游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基础的调查 或者是说有没有特色 其实我们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替每一个区域找特色 如果没有一个特色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创造特色 这是大部分的旅游会碰到的一个困难点 可是最大一点就是我们常常找到特色的 或者创造特色的 但是忽略了在地的文化与历史 第三个凝聚力不足这一点 大家其实应该放在最前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社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应该是最后要慢慢处理的问题 虽然它很困难 旅游关系不良这一点 我有一个经验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经验 我曾经去福山植物园游玩的时候 那么我看到 那进去园区走出的时候 我觉得脚底都是泥巴 在前面马路旁的水沟里面 我想把脚伸下去 把鞋子飘洗一下 结果马上就被那个保育员警告说 欸 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说 我们也许自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 无伤大感的事情 可是我们忽略了这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做这个生态旅游 你必须要严格的 如果严谨的生态旅游 它的旅游管理必须要非常的严谨 而不是有些游客就是说 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不可以那样子 其实是都不可以 那么同样的 我还会强调一个说 就是没有兼顾旅游活动 与在地生活 这一点其实是生态旅游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刚看到的其实不是只有去旅游而已 而是在地的活动 在地的环境跟在地的人文 它必须要兼顾 那么我给了几个理由说 我们可以去实行生态旅游 第一个是有家人在 为什么叫有家人在 如果你把自然墓当成家人的话 它有当然是需要一些自然墓是在的 那么比如说像昨天去参访大门地区的时候 它其实过去是一个浙农的地区 那么我们现在去看到的 不是那一个地区的景色 虽然它有一些人文景观 那所以你如果发展这样一个地区的时候 也许也许你要重现当地的景观 无论是生态的或是文化的景观 这是一个很重要 虽然也许重现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没什么 但是问题是还是需要这样一点 那么有家的味道 一个行程式是能够让人觉得兵至无归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可是很大一部分我们去生态旅游 无论是目前看得到的旅游 无论是游客的心态或者是旅游地的心态 其实都很类似 游客觉得我去了 玩完就出来了 你们要交代我 那么旅游地的地方就是说 你来了我没有什么准备 反正我可以卖你的东西通通卖给你 卖完了之后就完毕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第三个就是维持家庭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理点 我们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活动 能不能够去支持整个旅游地的生态保育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当然也不一定要完全支持 所以我可能做了一点点想像 比如说像保育活动的工作加息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跟荒芸保护协会做的 或者是说一个森林的寻守员 当然也许不能太森林 她平常的工作是一个寻守员 但是她同时也可以带少量的人进去做环境解说 好吧 那我基本上我对于生态旅游的概念是这样子 那要先到此为 好 谢谢 谢谢 杨老师所提到的生态旅游 他其实刚才一开始打的许多的幻灯片 其实因为我们从各种的书籍或者是无限当中 这样生态旅游大致上都是她的手机 尤其她刚刚打出了一张生态旅游白皮书 2006年这个版本 所以我看起来似乘向上 那个版本我是着急的 2006年 那当然会有些问题 然后第二个版本 我们的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是我们坐在后面的那个 杨敏华老师 在2004年的时候 在营介组的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又在学 所以中华民国台湾这块土地上 两个生态旅的版本都在 德法大学环境学院 那大家讲这个生态旅游是在2002年的事情 其实我必须要回溯到更晚 更早更早已经 其实我刚来到东华的时候 1994年而已 在1995年的时候 官方局就 那个是在东部也没什么人 但是请我来 当作台湾的一个代表 那时候APAC 这个太平洋组织 要在台湾选的一个地方 就是绿岛要发展生态旅游 结合了纽西兰 结合了日本的那些专家 一起在绿岛工作了好几天 然后因为是在台湾 那我们又是学界 其实我就是代表台湾的这个 这个部分的这个造集 我们弄完了之后 我们跑到北京 我们跑到日本 官方局还给我 还可以做business coach的这个 还可以飞到密尼去报告绿岛的经验 可是我必须要找 我其实到绿岛去的时候 不是 当我到奔路到这个密尼去的时候 我心是很难受 难受 为什么难受 因为在我去的同时 绿岛开放 我说的开放是什么 是因为它把那个capacity 我们其实在讲生态里 我们其实蛮注重那个impact 那个impact很多了 有生态方面的 有黄金方面的 还有现在无形的那种文化的 经济的社会的部分 那capacity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pericapacity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成长量的部分 成长量一放手 好 遇到 现在腐败 一年四十万个人进去 然后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去看到那个环岛 你要是很愿意的话 三根半月 三根半月 跑到那个直射器上面 看下来 它那个灯是一直环绕的 就是一直在操 好 说一套 做一套 其实很抱歉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对生态旅游其实蛮失望 我不是对生态旅游失望 我是对在这一块土地上 我们很想要推 是有一个蛮好的一个理由 生态旅游不要忘了 生态两个字是放前面 旅游放后面 我们是希望是和谐的 生态跟旅游是和谐的 是双赢的 可是到最后 人家现在来问我 什么叫做生态旅游 我还是会回答 因为所有的文献打出来 我一定是 大家一定会来找我 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生态旅游 现在到大家的看法 尤其是业界的看法 尤其你跑到中国大陆去看 每个地方都在生态旅游 哇 我告诉你 生态旅游现在一般民间的版本 意思就是说 带大家到生态地区去进行旅游 好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是加速生态的冲击 其实我非常担心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很抱歉 这几年来我其实已经不太 不太提生态旅游这个部分 虽然我是要在东华大学 环境学院我的实验室 还叫做生态旅游实验室 觉得好像应该要换名字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生态旅游它是一个理想 生态旅游是一个理想 但是我只是觉得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 我们理想谈得太多 谈得太多 谈得非常的多 可是真正怎么去做 其实我知道非常非常的困难 其实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来做生态旅游 好 昨天大家到大河地区 大河大峰地 大峰大峰 以前日律时代的时候 那里是下大河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河地区 刚刚梁老师也特别提到 我昨天刚好也到了现场 其实这几天大家蛮常看到我 讲一个笑话 昨天因为我去的时候 你们 我车子在你家后面 然后你们已经开始走到 潜水田 潜村长的甘蔗田那边 你们在前面 我就后面 我车子先放到 那个环景志的家 然后我有几位同学 还在环景志的家 看到我 自然就叫我 他叫我什么 老板好 我好高兴 不晓得是我们哪一位 宝贝学员叫我老板好 其实我常常在餐厅听到 他叫我老板 我窃窃自喜 我要讲的 我为什么窃窃自喜 讲教授名段上的一个名称 讲老板地面上的一个名称 很通俗的一个名称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把一个实际上叫做生态旅游 或者是我们讲的有机农业 讲的所有的东西 要在地上要能够数据 好 讲到大河地区 讲到大河地区 其实我很愿意接下 营物局委托的一个案子 大门大富的一个森林园区 它是一千两百公顷 那么大的一个平地造雨 它以前都是种钢蔗的 这个昨天我就跟大家讲过 那我们现在帮他做的一件事情是 怎么样来活络 这个一千两百公顷周围的区域 社区怎么样活络起来 那活络起来 当然就是禁忌两个字 一定就是 那营物局的立场 我刚才跟杨老师在下面交换一件 营物局的立场 当然他明着讲 按着讲要以大门大富生理园区为主 可是我一直跟他们讲 我要这样子 尽管也不能说出来 我们应该以中边的居民的特色产业为主 你这样才有可能活络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一件事 其实我又要告诉各位 做起来唐楼工艺 我跑到大富 大富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大富也有上面的大兴 上次土字流很严重的那个大兴 再上面的这个大径 都是大支配的 那旁边还有马佛 马佛也是他是原住民的地区 再下面复兴 复兴最近东华大学也蛮常熟的 因为我们都吃他的凤梨 土凤梨 很多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有特色 那到底怎么样来发展生态旅游 我告诉各位 几乎不可能 就好像是当年 我也来到东华大学的那一年代的时候 刚好社区整体营造的观念开始起来 你想怎么做社区整体营造 简直是一个神话 这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 但是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想要打基础 我跟大河大附大附的距离讲说 这样子 我们来一边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 让你误取来看 可是一边我们来试看看 在我的理想当中 如果要到大河地区 大河地区在两年前我们帮他们做有机 帮那个挪亚改良厂做有机 有机廊道的时候 那里是一个叫做圣泰村的一个重镇 是一个挂的一个据点 我那时也跟龙海产的讲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我们有没有可能 除了一般我们在推有机的方面 我们来做一个很基础的事情 什么叫做基础的事情 不然那个人当不起而遇 来到我们这个大河地区 大丰大富地区的时候 他觉得这里很干净 觉得这里很生态 觉得这里很健康 吃的东西 甚至于他用卫生纸 他会知道说这里的卫生纸是用占生纸 他不太用 他不太用 如果他要清洁剂 知道这个地方的清洁剂 是没有国性戒烈剂的 是对环境很好的 能够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不可以在一举手 一头足之间显入出来 这个地区是很生态的 很健康的 很自然的 你当当地去吃面 面的主要的食材来源 就是我们在地生产的 很在地的 很自然的 也不喷药的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话 我们当地办的旅游就是生态旅游 我其实一直想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当地里面做了一大堆棒 这个怎么做手工罩 怎么告诉他们 你在做客家美食炒米粉的时候 我怎么把你那个5%只有米的米粉 把它换成80%真正米的 要做真实的部分 怎么样从这个小东西能够弄起来 但是还是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即便是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其实很想要从最基础的地方 还是可以做很实际的事情 只是我一个小小的心得 其实在我们国内 在观光旅游这个部分 其实很明白的告诉各位 有点不太好意识 我的辈分极高 所以我的年龄不大 你想到1990年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晋离大学观光系的新主任 一直到东方大学一来 我就直接跳槽到这边来的 那个时候全台湾 我们最大的观光系 就在晋离大学 那时候真是打敌到没天没夜的 但是不论不论 你现在要问我 什么叫做观光旅游 我几乎讲不出来 不是我不太多吃狮子 吃太多的狮子 不是我这样子 而是说这件事情在模糊化 它很专业 它又很通俗 怎么讲呢 叫上到总统 下到计程车司机 都可以乱乱上到 怎么发展观光 有时候计程车司机 讲得比总统还要好 它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以非常的困难 就是因为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在实践起来 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出现很多的问题 所以到我现在不知道 要怎么去走 所以我最怕别人要问我 现在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我当然也还不够格 来告诉大家 要怎么做一件事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借着这样的一个场合 今天我们叫做达人学院 其实大家知道的 我在猜想 我们在办这个达人学院的 最主要的精神 不见得是要给你 不然也知识 不见得 是要怎么样 让你的东西 能够起敌出来 或者是若有所失 或者是觉得说 有什么东西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给你一个机会 其实这个 我今天其实想要讲的 就是这个东西 那当然 等一下我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PPT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可不可以简单的把它振过去 这个幻灯片 其实各位是熟悉的 各位吃过这个东西 那我只是简单的 要讲一下它的概念 简单的要讲一下它的概念 那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 其实我们要怎么做基本的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在大河地区 或者我在大峰地区 我们要做最基本的东西 一定是社区 一定是社区的这个居民 那如果说我要发展有善农业 或者是有机农业 我到底要怎么去做 我告诉大家 这个名字你去Google一下 中英文一大堆 前面是一大堆 那也讨论好多年 从1987年就开始在讨论 那整块讨论 那我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 不是往后的那些 专业的东西 我要告诉你们这一件事情 其实在 也差不多是 其实应该讲讲是 在四年前的时候 我感谢 我觉得我是知遇知恩 就是我们的那个副校长 那时候我不晓得 副校长还记不记得 我给他一部系 我想要开遗色厨房 可不可以给我开 那个时候 他是我们共同科目的主任 他第二天就回信了 别人离开 我支持你 其实我想要做的 其实有一点想要说 我们那个理想 有没有可能 我拉下来直接做 我在通事里面开一个课程 看看有没有大学不能来修 而且我开在礼拜五 我的研究生到时候 他在那待了七年 他告诉我 老师你受死啊 通常大学不能 修礼拜五的课 他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道理我起过再来而已 那没关系 来试试他吧 好 就大陆先开一个 叫做校园绿色厨房 那个是现在唱听的一个前生 但是无论如何 我其实有一个 想要锚起来的一个 一颗心就是说 理论讲太久了 然后开过太久了 怒气太多了 我们有没有可能 能够实际上来演练一下 在校园的市场上来做做看 好 所以我就 我想做了一个实验 把零端上的一个理念 我们可不可以拉到庭院上来 然后接受市场竞争 好 比如说开那一门课 那一门课 其实我也不管它能够成跟不成 到现在为止 跟大家报告一下 已经超过450的人 其实我们开要第五次 开已经有450的人已经修过 可是我要告诉你 不是这450的人 已经超过900的人 其实我的录取率是二分之一的 每次都要大百残龙来抽签 那当然我很堂而黄之地跟大家讲说 这五颗很营养 可是也很辛苦 真的很营养 又很健康啊 当然很营养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想把雲端拉下来 其实有一点不太好意思 我想跟他 最希望跟大家吹牛的是 勇气的问题 不是这个专业 专业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你敢来这去做 或者是说 在几年前我就很想说 在餐厅 在学校里面能够开一个餐厅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 校长副校长方面愿意说 好 这里面你来试试看 我真的是很高兴 既然有人叫我昌津老板 我简直就是笑歪人了 就是这个 那你看 这就是我们把在地的食材 这样子找过来 这个没什么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图 我都要看到下一张图 这个是大陆这个食材后面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后面这里多美 并不是早上六点起来拍的这么美 而是这个地方 它不会有空气污染 它这个全是全台湾最大的一块 有机农田的集中地 就在我们东坊大学 离我们的观中央山脉 走三点半公里的地方 途循的可以骑脚跟车过去 那我就从我家 从楼上这样子照下去 这个地方 那我看到是这个地方很健康 怎么健康呢 这个地方 晚上睡觉睡不着 因为两七天可以叫了一趟 那就是很 田间生物多样性很多 我开始要讲一些 环境生态上的一些术语 水污染不太看得到 空气孤胆也很少 然后环境毒素很低 在这个地方很健康 这个一定是台北人很喜欢的 你要知道 台北人到南洋平原区 买了好多的豪宅 尤其在省睡之后 他们很可怜 因为豪宅的周围 全部在嗓文药 我好高兴这种事 好 好 你看这个是 所以我们就想要说 我们直接来做做看 做做餐厅之外 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更佩服的是 我们校长跟副校长更有勇气 他愿意让我愿意 这是校务基金出浅的 那如果说不然失败的话 其实我还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 如果失败的话 他们两位都被骂了 会被很多老师骂了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还算是顺利 那至少我每次安慰自己说 你看从26号开幕以来到现在 至少有12家媒体 12家媒体来做访问 在大气里面开一个餐厅 有什么了不起 他会来访问 一定有原因 就像潘达人家去访问他 对不对 就访问他 那一定是炸气 对不对 他这主要是炸气的问题 并不是他其他香料 香料没有那么可怕 是炸气的问题 好 我们开这个餐厅 我们开这个餐厅 最重要的就是 那核心精神是什么 他们一定是 patch到 听到这个核心精神 不太一样 那的确确 那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你去看看上下游新闻 Google一下 上下游新闻是什么 3月29号 登出来一天文章 很抱歉 在座了 我知道有台大的学生 他们下一个标语是这样 台大清大不能 为什么东花呢 就是 那真的 可是开了半年之后 我会觉得 东花我们是不是能继续走下去 因为其实也是真的是很困难 好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 这就是我们告诉你 一般盥形农法 一般盥形农法 它其实这四大类的 这个 这个就让我们的环境 很麻烦 非常非常的麻烦 也可能会让我们的 生物上也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 生态上的冲击 也会让我们的健康 甚至一开始到下一代 都有这个可能的 随便举一个例 粗草剂 生化武器 有没有听过打越战的时候 脱液剂 那个就是粗草剂的前生 生化武器哪来用到农田上 小飞机上撒下来 所以在19年代 才出了一本书 Rachel的那一本书 Silence Spring 奇迹的春天 农田应该在春天的时候 这可能是就是粉蝶菲 各种的生物都是蒸汽昂然的 为什么会逐迹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进去 好 这个是我们的理论基础 我就不详细地说 如果说 今天如果是练哲有机能法的话 你看一看 这些全部 下面的几样都可以打岔 就剩下有机肥而已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支撑着我们 一直向前走 一直觉得说 没有什么成功失败 我只要推一天 其实就是成功一天 其實在我的信念是這樣子 我其實要跟大家講的一直就是那個信念 一直那個是信念 這個是最希望的 這個就會讓我回到說 很早很早人家就一直在批評 是五名 四五名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只有四個字 一意不形 那就像是當初大專領考 我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大專領考 大專領考我只提六個職願 全部都是生理系 好酷 第一職願跟最後職願都是我的第一職願 那當然我其實開始要想到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同一件事情 很多人說老聰王 你怎麼跑到這邊來開餐廳了 你是不是轉行呢 其實我一直在問我自己 我從來沒有轉行過 我只是換一個角度來做一件事情 來 我現在從次開始 從王開始是我一直的等行 當初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老師正在洗頭 然後問我說 那你考上研究所的你到底要走哪一個部分 那我說我當然是要走森林遊樂 那森林遊樂 很多同學都非常羨慕 我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實驗地 那是喝喝 那是在玩樂的部分 不過在快要接近六十歲的 開始來搞吃吃喝喝了 那老師是在校園裡面總是要推 我就希望能夠推對自己健康來吸引人 很可惜 在座的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對自己的健康 比較不是那麼care 所以來的大部分都是老師級的 那一對他自己的健康 我就要告訴他們說 其實你要更注重的是農人的健康 你有多少遇到農人中毒的事情 被農藥中毒的事情 荒幹的問題 你有沒有看過農人有多少這個 這個嫁禍人亡 你會中這個問題 那你對自己健康 希望能夠對農人健康 這是一個社會關懷 絕對是一個社會關懷 那當然最後我們的本航 回到本航 我希望是對環境友善 環境毒素就可以減少 生態可能就可以繼續再延續 污染就可以減低 那我們的所有的陸地上的東西 到海洋去 昨天廖文基來的時候 我們提到的 到海洋東西就可以減少 你知道農業污染 跑到海裡去的速度是有多快 然後幅度有多深 影響有多大嗎 其實很難受的一件事情 每次聽到這種事情 那終於我們試著看到最淺顯 每一個都要吃 我不管你的理念是如何 你的個性是如何 你怎麼要吃飯 那我們就從吃開始來看看 有沒有可能做最基礎的事情 慾生活 如果這個社區是慾生活的 我的想法是 這個社區是慾生活的 它做什麼事情 就都是可以掛散生態兩個字 這個是我的一個 我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好 這今天晚上 你們在外面等下要吃 要吃東西 那今天晚上 其實我們在餐廳 最困難的東西是什麼 好多喔 包括今天的事情 因為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才確認一下 你知道哪個寶貝 不是寶貝 我們的主辦人員 很苦口婆心的 打電話給我們的餐廳 餐廳搞不清楚 打電話找我 我馬上就要處理一個訊息說 周老師可不可以今天 跑到這邊來吃飯 你以為這麼容易的一件事 我們餐廳最難受的就是 就是危機處理 你要知道 要把170個人吃的東西 要搬到這裡來 這中間要打菜 而且我們還有 今天吃的是活力根 今天吃的是活力根 活力根一打飯之後 會讓你整個傷殘掉 我告訴你 溫度是非常高 非常高的 可以80度上的溫度 可以維持一個小時 不會減滅溫度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中間我們還要準備幹什麼 你看比如說 好我還要特別交代 昨天才哪來的 因為你們在大風大附 我跟你們有做種甘蔗的體驗 雖然我知道 五分之一的人沒有種甘蔗 因為天氣非常的熱 我昨天就在想 我一定要去找到甘蔗之代 來喝一下 所以之後你知道 我們結束了之後 我馬上就 我馬上就跑去解水 人家跟他講 你趕快炸甘蔗 所以今天我就帶了20瓶 大家等一下出去外面 就想喝一下 我沒有控制量 吃看看這個有機的甘蔗 好你看 結果有這個東西 然後吃看看這個在地有機 真的這麼多農場 你來看看 這是我想要打出來的 吃一頓飯後面有意義 一定有意義 那這樣子貴一點 才有可能會出 才有的位置 後面的這個價值 這張圖片是告訴你說 吃一個麥當勞 它其實要耗掉多少水 很可怕的事情 我今天不詳細講 我是把打過去 如果你有興趣 你繼續google下去 很容易可以找得到的 我們省水 為了要節省水之鹽 這是昨天吃的 昨天在那個 我們答一下 昨天前天晚上 大家在外面吃的 那個場面的情形 不知道哪一個 火焙同學 我是喜歡照相 照相 你看這就是 我們一直在講 globalize 一直希望能夠全球化 不要講全球化 我給你拉到在地來吃在地 吃在地 然後想全球 兩極化事情交融在一起 這一定是最酷的一件事 那我們其實就是想做這一件事 這一件事做起來之後 原來就在我們的旁邊 可惜你們這次沒有機會 起腳踏車到我們這三多里外的有金田去 這一片到你 你知道我跟羅夫講的時候多豪邁嗎? 我說這七分地 我講了半天之後 來 東華大學幫你全買下來 七分地買下來 我們現在吃的就是這裡 會不會的芭樂 就是你們昨天吃到的那個芭樂的東西 所以就都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想要把你連起來 把這個健康昌桌 一直連到 一直連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有金田去 那這一類的東西 如果站在房地教育上 我們就叫做食農教育 好 以下放這邊我就不打了 時間非常的有限 但是我要告訴你 我其實是若有所失而來的東西 我其實很想要告訴各位 很多的事情到我現在我才清楚 很多的事情雖然是我在 好 比如說在這一大堂的事情 為什麼會從這種生態理由 在玩的那個部分 轉到吃的這個部分來 我告訴大家 在國家公園講究生態保育 它是希望把人拉到自然當中 很生態的地方去 然後appreciate自然的這種美景 然後你就會喜歡 你就會參與 可是我告訴大家 以我自己本身的經驗來講 你要把人拉到那個地方去 不是不可能 機會很少 可是吃可以天天吃到 這是我這樣子的一個心得 所以這一段時間 其實想來試看看這一件事情 成效如果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很煥 不是 是我很煥 這在學術界 不是 我的不要講 大家好 這在我們這一批 這一批的人 常會想到 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我就前面加一個實驗就對了 實驗可以失敗 實驗可以失敗 那這一大堂事情 話發生態理 其實我覺得 我們現在很想 我很想告訴年輕人的 很想告訴大家 我們做做看 什麼事情都做做看 然後不管它前面是什麼顏色 不要去管它的天式是如何 你就去做做看 有勇氣鼓起來試試看 你要是沒有做 實在就過去了 就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想 我拉哩拉打 我就先提到這個地方 那我也是簡單的回憶一下 楊老師 生態理會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它是日常生活當中 日常生活當中 你什麼都可以不要 現在的年輕人 你可以什麼都不要 可是不能不去玩 不能不休息 不能不休假 所以都很願意 把自己的工作 就把它退了掉 然後去外面 玩它一年再回來 時代都不一樣 藉這個機會 你不能夠延到一點 教育的核心元素 生態這個部分 好 我先講到這裡 好 我請問 請問謝謝總統 請坐 我倒是有一個問題是 你剛剛最後有一張投影片 你說多大的地 可以讓東華的學生 中的學生吃兩天 所以你的自然融化的話 有沒有一定的數目 使得你可以講得出來 能夠支持多大的社區 郭文哲 好 那這的確要累積 那現在我們從2月26號到現在 我們目前為止大概有六千多的人吃 進來吃飯 那目前我們還很有限 那我們現在就在累積 我到底用掉多少高麗菜 我到底用掉多少芹菜 我到底用掉多少米 我到底用多少 而且轉換出來的面積有多大 那我告訴大家 剛打菜的那一塊七分地 我們這樣去算 如果東華大學一萬兩千人的人士 來看這件事 我們大概 東華大學只要每一個人去吃兩千 我們就可以把這七分地 七分地是七三二十一 就是兩千多層的地 它就可以保密下來 我現在說的就是說 它就有寫間生活的東西 就可以增加 那是一個健康的土地 大概是這樣 但是如果東華大學的一萬兩千個人 願意一個禮拜來吃一次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十倍的 可以到七甲地 這個就是慢慢的一個 然後你的七甲地要這麼多久 七甲地說到你來講 你發的這個地方可以兩期 兩期的倒作 一期倒作 你就算一期留的越好 中間有修行 所以基本上還是消費金錢對不對 是 所以自然農老 我們先假設它有一定的好處的話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維持 臺灣變成一個主要的工作方式 其實這樣講 我們今天講到的友善 我為什麼比較喜歡講友善農業 因為這中間的那個內部分太多 您剛剛提到的自然農法一邊 尤其最嚴苛的一個我們叫做繡米農法 就是它連肥料 我肌肥都不少 那這種以我的基因來看 一定確實養不可投完的市場的人口 那以我們現在有機農業來講 其實也會有困難 其實這個要我來講 是最有可能在這塊土地上 在這塊土地上維持的應該 大部分是應該要安全用料的 極恩土的環境 這個可能各位會比較不懂這個部分 我們這不要 對 我等一下會讓他走 所以如果說有機肥 你以為有機肥的好處是什麼 你能夠一句話來講進去土地上 你說有機肥 對 OK 對 土地上好 然後它其實也可以維持 我們的生物的生長 好在你 好在不會有毒到我們的土裡去 好在我不會有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過大 可是生產量還是現實 因為我們國內發展到現在還很久 我們還沒有辦法從一樣來或斷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給各位一個數字 給各位一個數字 你會知道我沒有辦法 還做基礎性的事 全台灣五千三百多公頃的有機農田 你以為它很多 五千三百多公頃 它只佔全台灣更低面積的百分之零點五 其他全都是貪藥的 數字不夠 我無法講法 好 政府 我想要有一個補充 就是謝謝宋老師 他其實是最大的工程 他每次都把功勞給我 所以我要請來講一下話 是像那個陳老師剛才問的那個問題 我常常碰到很多的辯論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談冠型農法 在談有機的時候 我們都拉到極限 就是說我們好像希望全台灣 都可以持有機的 減量不適 然後我們就在談有機 或者這種生態是一個小眾的文化 或者甚至有一點把它認為是一個 雅皮式的這種文化 實際上我相信宋老師在鼓吹的其中 有一件事情他剛才沒講到的 是一個lifestyle 是一個友善的生活形態 所以那件事情不在乎我們 是不是所有的食物變成有機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也不容易地球人口那麼多 東華大學還有一個特色是透過宋老師的協助 東華大學的幼兒園 就是幼稚園的食物 已經大概有兩年幾乎都是有機的食物 那園長跟我說那時候我是主委 他說主委不可能全部有機 我說為什麼 我開始改變我的觀念 因為小朋友要吃的東西 很多根本沒有在花蓮生產 你怎麼可能讓小朋友吃 只有花蓮在地上 後來我們幼稚園的那個食物 就兩大生小孩 幼稚園的食物有70%是有機的 所以我們在做的其實是一個lifestyle 就是說我們對食物的注重 對環境的友善 如果大家廣泛採取這種lifestyle 我們核電廠可以審好幾個 因為前天我們談到的那個節能神探 所以正復你究竟你在談一個什麼 也在談一個exprime 沒有一個exprime 就是說我們在 因為你說假如我們都這樣子 對 沒有錯 就是說今天我們在推的是一個 對環境比較友善的一個生活心態 至少我不會祈求說 全東華的學生都來吃 或者全什麼都來吃 或者是幼稚園的食物百分之百要有機 那個不會是追求的目標 而是我們在練習學生對食物的尊重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跟價值 我們在談 OK 好 我其實重點不是debate 讓我提一件事情 跟同學們互動一下 我採用今天早上林肇貞老師的方式 你能不能用很簡單的詞 來述說什麼是生態 我們平常說生態區生態區對不對 就是你有沒有一些簡單的詞 可以說出生態的特徵 你們有沒有生態系 除了我們宋老闆以外 或者是生命科學相關的 因為這個直接是challenge 就是說談這個問題的話 你們的雖然都不是生命科學系的 可是這方面的跟他們的專業知識 有一點關係 我完全同意宋教授的講法 這個不是一個詞對不對 生態不應該是一個詞 只是一個詞而已 然後你套在理由上 或者套在龍法上 或者套在什麼時候 有沒有同學 是這個 你認為生態的特徵是什麼 一個完整的生物鏈 完整的生物鏈 就是不被破壞的 生物鏈 兩個詞 完整生物鏈 OK 第一個完整很難定義 第二個生物鏈有一個瑕疵是 生態區包括了非生物鏈 還有沒有 我同意你的講法 我同意你的講法 不過我都說出你缺少的詞 協調你的意思 能夠告訴我那兩個字怎麼寫 嗯 就是調協 就是你的協調 協調的意思是嗎 對 類似 協調的動詞 協調是不是有平衡的概念在裡面 OK 這個詞差不多可以這樣用 雖然不死生態區都是協調的 聽懂那個生長的關係 就是生長的關係 這兩個合在一起會好一點 你如果到非洲去看獅子和羚羊的話 你可以看看他們協不協調 那是個生態區 所以 還有沒有 我是檢驗你們 這個是我上課的時候的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你對一個概念掌握得精不精準 在專業裡頭 其實這個東西都是要直接挑戰 不見得一定要是本系的人才提 舌頭沒有嗎 生生不死 類似是永續 是嗎 對 所以現在地球三十多億年裡頭 時時刻刻有生命在消失 或是絕種 所以就算不算一個生態系 他縱然有冰河時期 他縱然有堅兵期 他一直身處到 一直反映到現在 就算有生物這種 然後包括飛生灣生物 我覺得生態就是一個 一個生生不死 一個能量循環的概念 哎呀 這個好幾個概念 所以我想你指的是 DNA測的基本上是生生不死 OK 而比較不是一個生物種 我想比較不是我們這邊在談的 生生不死 為什麼要撤到DNA 我不知道 你只有DNA可以生生不死嗎 我說了很多生物已經絕種了 我跟你講這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其實每一個都可以連接在一起 不過以一個化學家來講 生態系第一個一定是活動 他是動態的 這邊還有一個 OK 請 生物跟融界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用關係 我剛剛就是在你的 我知道 我本來是想有人一定會提這樣子的 所以我剛剛已經提了一下 謝謝 把剛剛他們的那個題 統統連接在一起 用環境比較聰明 比剛剛說的生物比較聰明 因為包括了吹生物 那說協調太多的生態系 總觀來看一點不協調 人類在過的日子 剛剛就跟宋教就講的 跟自然之間 如果協調的話 我們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不需要自然文化 所以其實是 他是動態 最好用的一個字就是Dynamic 而且他是Diversify 他是Diverse 是多樣 那這樣子就已經碰到一個生態系本身 他其實沒有一個單一的概念 然後他是實施在流動的 是在變化的 好 校長要挑戰我了 我可以 我可以 一個詞嗎 我先用一個 叫 Hormonized with Nature 等一下 Hormonized with Nature 對不對 自然 可以自然學的功能 我這種 這個其實也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也可以請教校長 就是 人文跟自然之間 會有必然協調和必然衝突的可能性 通常一定是沒有你才可能講這個話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以自然發展的趨勢來講 你一定可以找到有衝突的例子 也有或者是協調的理想 OK 所以我用這樣的例子 事實上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讓同學知道生態的概念 它其實是有它的專業面 你要掌握那個Key Concept 那我們再回到兩位專家這邊來 因為表示說我們的人 尤其是宗教授剛剛講的 願意 我們從主動的觀念裡頭 願意採取一種生活方式 把跟自然之間的人 不管它多diverse 不管它多dynamic 要把那種diverse和dynamic 放到一個對的位置上去 OK 這就應了剛剛校長的那樣子一句話 我們回到生態旅遊上面來 因為我花了不少時間在生態上面 所以楊老師有沒有對你的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再稍微說明一點 那我同時提一個挑戰出來 對不起 我不是在踢館 你剛剛提到回家的概念 家在今天人類的文明裡頭 其實是有解構的狀態存在的 所以你能不能把那個稍微再說明一下 謝謝主任老師 今天我們在談生態旅遊現在它已經被講話了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會以為說到了一個 最好是沒有什麼開發的地方 去做這樣一個類似環境教育的事情 然後去繞了一圈回來 就是生態旅遊 但是如果按照過往的那個定義 其實它的目的不在那裡 生態旅遊的一個最大的目的 其實是要讓這樣一個活動可以支持 在地的生態保育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第二個目的是它希望這件事情附帶的 也能夠讓支持一下在地的某一個部分的經濟 那麼當然就我的那個回家的概念 我其實是希望說 我們再回到一個更基本的觀點來看的話 你理解的生態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認為說這樣一個環境 你跟自然是沒有分開的時候 那麼回去那樣一個狀態去看看 去跟當地的 無論是自然物 或者是當地的去互動這件事情 其實就跟你在外面居住很久 然後終於有一天 或者是有時候 你都會想回家看看這件事情 這類似的 那這只是提供一個想像說 我們去做生態旅遊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是把自己丟到 當成是一個非常突兀的遊客 而是你是去在跟一個旅遊地的生物 或者的環境 或者當地的人文景觀之類的 你其實在做一個互動 我強調其實是這樣一個互動關係 因為我有這樣一個互動關係 你才有可能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去支持這個 這個社區或是這個地區的某一些生態保育 或者是經濟活動 我的觀點是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蠻贊同宋老師的這個說法 它其實從師開始 當然有時候 我有時候都講說 我上完課 然後告訴學生說 我最近跑去東港吃什麼 吃黑鮪魚跟文仔魚 文仔魚昨天 廖隆基老師說過了 然後今天那個林老師說過黑鮪魚 結果我去了一次 你知道嗎 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對 那兩種錯誤的示範也一次滿足 那其實我們其實會回頭來看就是說 我們現在大概無論在談環境教育 或者是生態旅遊 它其實很大一點 人會從吃開始 那你關注於你吃的東西 其實跟環境有關係 所以我非常贊同宋老師的做法 可是宋老師的做法 它比較著重在一個社區的支持上 那我其實說 如果這樣的一個社區的支持 在地熱食農教育 它可以讓這個區域 某種程度上做到自給自足 我們外來的客人加入這樣一個活動之中 其實我們就是在支持在地的經濟 在地的保育 也可以算是一種生態旅遊 我的概念大致上是這樣 OK 正好 這個問題剛好把問題壓回到前面 我其實希望引到這個宋老師的前面講的事情 現在他們兩個的意見 我覺得有一個共鳴的地方 我覺得從今天的第一堂的 陳同森老師主持的session開始到現在 生態其實是一個global的概念 生態區 不過它常常有它的自然性在那個地方存在 沒有人的時候就已經有生態性了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後 有人文進去的生態性 可是從今天的下午的三個session以後 兩個老師都其實比較著重在那個在地性上 那這個事情很重要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思考台灣往下規劃我們的大政策 大經濟和大社會的做法 雖然台灣這三方面都不見得特別大 因為是小國嘛 對不對 不過在整個台灣來講 它是這個總體的角度去看我們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的時候 我相信從陳同森老師到這邊 陳同森老師和楊老師都提出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們往後的思考 應該要有更多的在地化 使得我們青年人的看經濟也好 看創業也好 看我們社會發展也好 它其實有時候都可以用小一點的格局 可是卻對我們關心的生態區也好 或我們的人文的發展也好 都是相對友善 而且還是能夠承載我們的生存量 很可能這是我們今天下午 在我整理出來的 覺得這三個Session裡頭的一個稍微共同點 如果在我講話之前 我看到正副剛剛已經在Q了 所以都把我講完 我有一個問題其實 我覺得大家其實是有聚焦的 然後不管我們對生態或生態理由或使用教育 其實那個理想性或那個重要性都在 那假設兩位老師的或者宋老闆的這個Model裡面 或者我們用科學的語言那個Equation 對 因為我們要說服年輕人這是有機會的 對 對 對 那個Equation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叫做人 這個人類拿掉的時候 如果地球上的人類拿走的時候 這個地球變在活幾百億年 大概不是有問題 變成一個自然的天文界的衰竭這樣 那人放到這個Equation就產生很大問題 所以不管怎麼設計生態理由 其實都OK的 但是這個人要去的時候就發生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關鍵問題是 還是回到我們如果去Educate這個人 那我們再說我們的國民不會做深度理由 沒有人教過他什麼叫做深度理由 他為什麼不能深度 因為他讀的東西scope有限 物理系的就讀了那個斯大利學 化學系的就是有機無機無化分析 那他的scope不大了 他不會application一個落葉的美 因為他沒有讀過任何文學性的書 所以其實這個關鍵還是回到 是不是還回到我們的教育裡頭 讓學生或者人類會去有理學這個 那如果這些所有模特兒才會無論 不然好像就很困難走下去 那今天也談到那個生態理由這個概念 然後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請教兩位老師 那麼分別是兩個子題 先請問楊老師 就是生態理由到底是什麼 它是不是一種貴族的理由 為什麼用這個詞呢 因為不要人多 對不對 然後就是又要活化那裡的經濟 又不要人少 然後它似乎有一種深度 因為它不是 剛剛宋老師告訴我們 它不是把人帶到生態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東西 是不是要由一些人 特定的一些人 他們比較有程度可以做深度旅行 來做一些貴族的示範 告訴教育民眾說 旅遊不要關 不要關走馬看法 要像他們這麼有程度 是不是這樣 找一群人來示範 那麼如果是這樣 它的用意是不是仍然是體驗 因為他們的體驗比較深 或者是說這群人功德性也蠻重要的 這好像不是楊老師剛剛講的重點 所以你們直接講你的問題 對 我的問題就是說 那麼那個生態理由 它的用意是在什麼地方 難道是要我們代表撿垃圾嗎 它的用意是什麼 是我們平常認知的體驗 其實它比較貴族的話 做得失敗 或者是說 他在講回家的時候 不是在地的tour guide 可能就是最好的 在地的人 可能是最好的tour guide 對 等一下回家這個概念 我想請問你 回家是不是有一點 概念上有一點問題 就是說我們旅遊 我們通常 家是我們熟悉的地方 對 而旅遊 我們往往 我們就是要去一些好奇 我們去過的地方 那麼如果是 就是說這個旅遊 是要我去常去的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旅遊 常常就是要去一些 很好奇的 很好奇的 所以沒有去過的地方 那麼是不是 這個生態旅遊 它跟我們那台旅遊的概念 就在這個地方不太一樣 那是個comment 應該這樣講 就是 我們那台生態旅遊 如果真的很嚴謹的生態旅遊 它很容易變成貴族旅遊 是的確的 因為少數的地方 只能少量的人去 那麼你必須要帶很足夠的裝備 跟很好的導遊或解說員下去 那通常都是貴族旅遊 那生態旅遊的意義 它其實只是 它希望做到一個比較低衝擊的 所以它首要條件就是希望少人去 一次去的人少 但是它並不代表說 它一定是貴的 那麼再來生態旅遊 各位可以看到說它其實只在談一個態度 一個負責任的旅遊 那它兩個 簡單講說說兩個效能 一個是 會透過這旅遊活動去支持 旅遊地的生態保育 那麼另外一方面是支持當地的 某種部分的經濟 那麼 所以我們現在會發現過往的那種生態旅遊 其實無論在台灣或在國外 其實它都不是很好推 所以現在我們為什麼會談說 所謂的社區型的是這樣子 如果你把生態旅遊的概念 放到一個比較平民化的概念 那麼它的一個幾個重點去支持的時候 其實在地型的 它不一定 所謂在地型的是指 它的旅遊規模是指一個社區 而不是到一個非常深山的地方 非常大範圍的地方 那麼我們當然也說回家的概念 就是去熟悉的地方 我的意思只是說 你要去那個地方旅遊 你要覺得你去那個地方 像是回家 是這個概念 是回家 但是不必然就是說 你一定要去熟悉的地方 其實 哪個比方 我們其實對連自己住的地方 附近都不熟悉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比如說會在課堂上 你來學校上課 沿路看到幾隻流浪狗 流浪狗、流浪貓 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可是你如果真的在這地方 真的熟悉 你其實應該是 走過來平常走的路 平常經過的地方 有多少流浪狗、流浪貓 其實都很正常的 你會看到的 但是你會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有幾隻呢 表示你對這地方不熟悉 我的概念其實是認為說 我們要 現在不要再用這種 中央廚房式的概念去說 我必須獲得這件事情 要從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出發 然後再慢慢的到各個地方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得要分散吃廚房了 如果你這樣一個經濟行為 一個商業行為 一個旅遊行為 可以支持在地的自給自主 某種程度上的自給自主 我們去那個地方 它某種程度上就可以是 生態的 也可以是旅遊的 也可以是關於小龍的 這些都可以去 在這樣區域達到 所以我現在的一個回家的概念 其實會比較想說 我們其實是從在地開始 去談一個生態旅遊 但是這個在地的概念 它不需要是非常的遙遠 或者是非常的神秘 都不需要 當然也可以這麼做 好 我們的時間到了 不過我們最後 時間已經到了 沒有辦法 不過宋老師 有沒有用最短的方式 作用 對你的 我會不講自然文法 綠色文法 比較清楚一點 靠綠色上去去吃一頓 那要跟各位講 剛剛講生態文 可是回到這個議題 它真的是一個元素 太多元 然後關係 太複雜 它真的要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做播通 其實大家講的都沒有 事實上 大家也都是在 瞎子不想 都在瞎子不想 那這個其實 其實就再次 再次這裏 我剛剛所說的 許多的東西其實 再加上很多的觀念 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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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這整個事情 真的是蠻複雜的一件事 其實我比較建議是 我們談都可以去談 可是我們使得看看 都有去做做看看 然後自己多想一想事情看看 然後我們再來談談事情 可能會 也許是會 要是有機會可以聚一下教訓 來 所以同學們記好 Just do it 謝謝 不好意思 實在是必須在這個地方停掉 讓我們 熱烈的補掌 謝謝 共產黨的補掌